而請用AliPHK在澳門消費 最棒的地方就是會以當日匯率直接換成港幣來結算 透過AliPHK黎智庫是會給你直接給港幣一些 上次跟大家介紹過現在在大陸很多地方 包括一些小店都可以使用AliPHK 而其實不但在大陸現在在澳門有很多商戶同樣都可以接受用AliPHK來付款 而且還有很多好處 那究竟在澳門使用AliPHK方不方便 還有究竟有多划算呢 今天就來和大家實測一下 Let's go 大家和在大陸一樣 在澳門你是可以透過AliPHK使用帳戶余額或者銀行卡來付款 不過如果是用餘額的話 記得記得過去之前要先做身份認證 認證了之後才可以給到錢 假如你是綁定信用卡的話 付款的時候有機會需要輸入OTP短訊驗證密碼 因此想付款順暢一點的話 記得在過去之前先開通銀行卡綁定的電話號碼的萬有服務 那具體有哪些商戶是可以用AliPHK來付款呢 其實只要看到商戶有張貼到AliPHK或支付寶的logo 就可以通過打開AliPHK的付款碼給商戶數一數 就可以成功付款了 而且就算沒有上網也好 都是可以付款的 而由於澳門是一個旅遊城市 為了方便遊客過來玩 我就發現真的有多少商店可以用AliPHK來付款 除了有餐飲商戶之外 還包括超級市場 便利店 去零售商戶買一些手信 甚至是休閒娛樂 譬如去搭一下共多拉船都是沒問題的 而除了大型連鎖店 和酒店度假村的那些商戶之外 我就發現其實有很多小店 都是接受AliPHK來付款的 因此喜歡在澳門鑽鑽鑽 找一些地道食物的話 仍然都是可以用AliPHK來付款 而其實不單是吃殼玩樂和購物 是可以用到AliPHK 就連澳門的一些交通服務 都是可以用得到的 譬如去澳門的船票 就可以透過AliPHK裡面的應用中心 交通服務 跨境交通裡面的船票頁面購買 洗京路坦各大酒店度假區的澳門輕軌 同樣都是可以用AliPHK來買票 有需要由一間酒店去到另外一間酒店的話 以後就會更加方便 趕時間想搭的士的話 透過澳門Codec App 澳門電照 找到的士 亦都是接受AliPHK來支付 不過就不是付款碼給司機掃 而是要按AliPHK首頁左下角的掃描 掃一掃司機的收款碼 然後在彈出來的頁面 輸入車費銀碼 再確認付款 按密碼之後才可以成功付款 在外話這些電照的士 不單止是可以用香港電話來call 而且是可以選擇6人 甚至是7人車 適合大家庭出行 亦都受到平台監管 比較安全 所以我在澳門 有時候需要去一些 沒那麼瘦腳的地方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選擇用它來call 而且用AliPHK在澳門消費 最棒的地方 就是會以當日匯率 直接換成港幣來結算 而眾所周知 澳門幣略為比港幣便宜一點 因此假如你是不習慣 把澳門幣去澳門玩的人 透過AliPHK來支付 會比你直接給港幣便宜一點 亦由於直接用港幣來結算 假如你是綁定香港的信用卡的話 正常情況下 銀行也不會收你的手續費 喜歡購買卡的朋友 就不用怕會虧了 用AliPHK在澳門消費 不單止夠底夠方便 現在還有很多優惠和活動可以參與 真是厲害的 數價 由即日起到5月7日 在AliPHK按A plus Rewards 再選澳門地區專頁 就可以領取到一張5元的QPON 只要去回指定合作商戶道消費滿100元便可以 而其實在澳門地區專頁的優惠券專區裡 還有過百款不同商戶的優惠券可以領取 只要領取完之後 來到對應的參與商戶分店 在職員面前滑動顯示券碼 並且給它堆一堆個barcode 就可以獲得相應的優惠 成功用到剛才所說的兩種優惠券之後 記得保持單頁不要丟掉它 儲夠三張就可以在5月31日之前 在指定日子和時間上 去回澳門通三間客服中心的其中一間 免費換領神秘禮物 澳門通特別版卡 給個小貼士大家猜猜 這個特別版卡是一套很受歡迎的漫畫角色造型 相信很多朋友都會很想要 記得要用優惠券單才計算 還有留意到星期五、六日才可以換領 而北區和坦濟中心逢星期六日休息 所以想換的話就可以選擇星期五才去 又或者星期六日直接去到王朝旗艦店 而由即日起去到5月14日 在澳門金沙度假區參與活動的商戶 透過AlipageK消費滿800元或者以上 即可參與隨機立減的優惠 最高更加是可以達到888元 即是說你是有可能整張單一毫都不用給 另外提提大家 在澳門用AlipageK來消費 都是可以賺取印花 亦都是可以使用部分用印花來兌換的優惠券 而每逢星期五早早10時 還有一些激底的澳門永里度假村 限量優惠可以搶 記得調整個鬧鐘來搶 好了今集就先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澳門使用AlipageK 還有任何疑難的話 歡迎透過Facebook或者IGPM我 我吃回答的話都會盡量回答大家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